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突发重磅 这个赖清德不是从旧金山滚蛋了吗 赖清德从旧金山滚蛋了 那么解放军呢 现在宣布在台岛周围啊 包围台湾 搞这个军事演习 这个呢 瞬间冲上这个勒搜 以及呢 这个很多各大这个新闻网站 跟搜索引擎的这个叫什么头版头条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啊 确实我觉得是有必要什么去做的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 无条件的和金正恩对话了 那么为什么叫无条件的跟金正恩对话了 因为我说过了 拜登啊 也是个老外交官 他已经听懂了金正恩的这个意思了 因为这一次朝鲜的国防官员 在这个莫斯科国际安全论坛上面 讲了很清楚了 现在不是和大战打不打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打 在哪里打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话是很认真的一个话 这是会让美国啊 几两股发凉的一个话 那么我说过 朝鲜的这个导弹 现在在开始打造了 那大造这个核弹 大造这个导弹 那就会让美国非常惊恐 因为朝鲜他打个几百枚洲际导弹到美国去 那也许美国会拦截 那只要有一颗两颗漏网之余 在美国西雅图 或者说在美国的芝加哥 纽约 或旧金山什么地方核爆的话 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那就算退一万步讲 美国他全部被拦截得了 那日本跟韩国被和平掉 那美国整个西方的这个经济 往往全全就会被什么击穿掉 所以说这一点来讲 拜登他已经听懂了这里的话 而那个尹大饼他这个智商是有限的 他是听不懂的 那么等会我会来讲这个事 那么先来讲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局势越来越向着老兵所说的 这个方向去发展了 这个雏形啊 这个生态啊 就是这么个生态 那我们来讲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我在节目里面 一直在这里讲 我说中国我们可以到白俄罗斯去 濒临北约城下 那李尚福这一次在白俄罗斯 跟卢卡申克谈 跟他的这个国王部长赫列宁谈 赫列宁带着这个李尚福去参观 白俄罗斯的所有的这个 这种主要的这个军事设施 和对北约作战的这个指挥所 对吧 俄罗斯把一次坎德尔战术核导弹 放在了白俄罗斯一线 瓦格纳雇佣兵 拥有这个丰富的杀敌经验的瓦格纳 移到白俄罗斯去了 抵在了波兰跟白俄罗斯的接触线上 那中国国防部长又过去了 又宣布说明年开始 白中两国搞联合军事演习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对照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军事演习 中国在俄罗斯 对吧 武警跟他有搞军事演习的 什么彻里亚宾斯克 然后还有最近的解放军跟俄罗斯的军事演习 是在哪里搞的 是面对日本和驻入美军的 在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 在这个北方 日本称为北方四岛 南城岛千岛 库越岛 在这一带搞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俄罗斯的飞这个机场 都可以允许中国的来在这里起降 对吧 这个东北的口岸 直接可以派兵过去 北部战区跟俄罗斯搞军事演习 那么在中国也搞过 去年在宁夏搞的 青铜峡谷那边搞的 就吴中市那边 那再接下来 那白俄罗斯跟中国搞军事演习 那如果说第一次在中国搞 那相反的第二次是不是就是在白俄罗斯搞 或者第一次就是在白俄罗斯搞 那我是不是并临北约城下了 我过去一两万大军就OK了 对不对 我过去一两万能 我用这个运20我还可以演练 长距离武装投欧送呢 那这个事 老兵去年就开始讲这个事了 那这个事证明他不是个天皇夜谈 而是老兵的战略眼光瞄准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事情 就是台海这边的这个军事演习 那么这一次把台湾给又包围了搞军事演习 的同时 解放军北部战区的这个军舰 跟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联合的这个编队 我们这个编队里面有055的 两条052D 两条054A 一条这个补给舰 再加上俄罗斯军舰 在位于台湾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东海海域 紧贴着日本跟韩国这个位置 在对马海峡的这个 往东海这边的出海口 在这个位置搞了军事演习 你要注意这个位置搞了军事演习 那我在这里画了立这个禁飞区禁航区 你驻日驻韩美军 在这根线上 尤其是你驻韩美军 你比如说驻韩美军的副司令员与娅来讲 他的这个空军司令员兼副司令 然后在逼逼来来的 那武统台湾 这个韩国们要支援 那我现在就在这个东海这边 我在这边 你这这里是台湾 这里是韩国 对吧 我押在这个区域搞军事演习 你这个飞机往 你准备往哪飞啊 那我就说过 武统台湾 俄罗斯也来牵制 那一个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最近的这个东部军区 在这边 也是基本上 把中央战区的这些部队 调到这边来 然后呢一部分呢就调到这个叫做俄乌战场 东部战区的这个 他们这个东部军区的司令员 也是在俄乌战场上 在练习这个实战 训练这些指挥官都调过去 都已经所有的军区 都已经到前线去实战过了 然后再过来的 那在这个地方 俄罗斯的军舰跟中国军舰一起在这里牵制 驻日驻韩美军的动向 在这个位置待着 所以有的网友说 我们不要让俄罗斯来帮助我们去武统台湾 太丢脸了 我们要自己去证明我们是谁 我跟各位讲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这样子说的 我们不是他妈个皮去 打篮球斗牛 我要去证明我一对一单条 我能干得过你 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的 这不是说一对一打篮球斗牛去了 不是的 他这个是仗而八经的 因为你美国有的时候放出这种话 对吧 你有本事你美国就说 我跟你中国在台海他们打一场仗 但美国他不敢他怂 那么他会搞一些鸡贼的事 我们就是说在这里警戒着 然后同时包围台湾 把台湾拿下 那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就一种震慑 无装震慑 或者说就俄罗斯牵制一下他们 就OK了 我的目的是把台湾迅速拿下来 迅速控制住台湾 所以我说过台湾 是在江 在江的前来板下了 现在被摁在甕里面了 甕中之别的这个甕 很多网友肯定没看过 我们这里还是有的 河道里面有些人会弄那种甕 去抓这种甲鱼 或者抓这个黄鳃 这个野的还是挺好吃的 但我现在也不吃 这些东西妈的都通灵的 那现在就把它嵌在这个甕里面 我要是红烧 还是说清真 还是说怎么样 做甲鱼八宝饭 现在就是解放军 这全都解放军手里面 所以说 美国现在是数数无策的 所以我说过 我这个也是我近两年都讲过这个话 我说俄罗斯 到时候会有军舰在这个地方 在台湾东部这里待着 解放军在这里就是搞无统 所以说 因为有俄罗斯也在这里 他也有这个牵制 你敢打俄罗斯军舰 就是告诉你 你在这里轻举妄动 就是跟中俄 大打这个核毁灭战 而且我们现在的攻击速度比你快 拦截能力比你强 那么我想请问你美国要怎么样打这个核大战 他不敢打 他没种打 所以我说过了 你看 你中国一旦 实打实的去介入这个俄白联盟 去升级这种关系 那北约紧急就说 你乌克兰赶紧割地赶紧别打了 他们的压力马上就来了 压力马上就来了 立陶宛马上关闭边境口岸 波兰马上重兵调集过来 你就是让他们非常慌 这立陶宛这些鼻屎国 他这么都没想到 妈妈中国可能就要到他家门口来搞军演了 所以说这帮鼻屎国 这帮傻逼 我上次在这个黑山那边海上玩 最好跟我坐一隔船的一个老外 他就想问我是哪里的 我就觉得他们也很烦人 我出去老是会被人问 Where are you from 那我就 我是响亮了的 我说I'm from China Chinese 那我在有一家餐厅吃饭 也是在那边吃饭 就是说 也是很遵守这个秩序 也比较有礼貌 那那个服务员上来 就跟我 给我端菜过来 就是说 因为我点的菜也比较多 然后就说什么 他以为我们是日本人 当时我就纠正他 我说 I'm from China I'm Chinese 我是中国人 别给我讲什么日本人 什么阿里阿多了 就是我告诉你 你认为这种素质应该是日本人的 但是我告诉你放屁 这他妈就是中国人 就是这种素质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你出国 你也代表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代表的是中国 所以有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 这些东西都要个人去遵守的 这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遵守了没有 为什么老外很多人 他妈的毕竟瞧不起中国人 因为有太多铁奴 港台这个地方的这些牧羊犬 黄思跟他们台霸 他们在海外 人家老外又不知道 你说你台湾 你说你香港人 人家都说你是中国人 你他妈的毕竟在那个地方 表现出那种铁奴 戴着那个小眼镜 戴小眼镜 他就这样 这样的 在那里 一笑这个 全骨高高的 面积骨老高的 笑得那个 那个爆牙兮兮的 像那个蠢 蠢态百出的 人家妈看得起你吧 还有那些牧羊犬 国内的那些傻逼 天天去去媚老外的 人家就不喜欢你 就觉得你他妈特别low逼 就嫌你 但是当你也表现得很正常的时候 人家妈的就是也是高看你一眼的 所以 那我当时那个 我就不是出国 我说那个立陶网人跟我讲话 我就故意装不知道 什么叫little one 我也都不知道 我说我就 我说在哪里 他说 他说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他说朋友 他说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们是一个很 很小的一个国家 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以忽略不计 他都说这样的话了 那人家国民的这个状态是 我认为还算可以 他能清楚的知道自己国家处于一个什么地位 而他这些什么脑赛达 宇宙脑脑膜 这些领导人 他跟中国来搞 他管台海 那现在解放军把台湾又给围了 那你立陶网你他妈出兵啊 你拉脏欧亚爱沙尼亚 你他妈过来出兵啊 操你妈的 你们他妈的到哪去了 反而是李尚福一去 吓得赶紧把边境给他关掉了 我操 就留一个口暗 我去仔细查一下 就留了一个口暗 本来是他妈的七八个口暗 就留一个口暗了 吓死了 这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心态 当你真的他妈逼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姿态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跟个灯一样的 吓尿了 真的吓尿了 我不是在这乱用词汇 真的 我有时候写标题叫吓傻了 吓尿了 真的吓尿了 所以你说你他妈的必须来插手 什么大国博弈 当美国的狗 你以为他妈很安全 人家俄罗斯不敢打你 中国不敢打你 中国离得远 我他妈咬你两下怎么了 我躲在美国人后面 我咬你他怎么了 现在吗 那个中国就是当的主人 就要打狗给主人看 菲律宾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所以说这样的一种形态 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来看啊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联合组织 海空联合战备警训和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施以陆军代表表示 8月17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 海空联合战备警训 举行海空等兵力联合演训 重点演练 舰机协同 夺取治权等科目 夺取治权等科目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国部势力 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他讲得很清楚 就严重警告你了 原来只是说什么警告 现在跟你讲严重警告 而且治权 治什么 治空权 治电磁权 治海权 全部治权 全部拿下来 就现在就这一下子 又把台湾给他们封锁了 包围了 美国跌 美国跌 日本跌 麻省太郎呢 这个时候应该叫麻省太郎 是不是耍下嘴皮子 对不对 以战指 指战嘛 麻省太郎不是 就日本人的精神母国不就日本吗 不 台湾人精神母国不就日本吗 麻省太郎过来给他们打了一击兴奋剂 他就屌了不得了 赖清德他妈那个 留了那个什么 他叫什么清德头 说他那个发型叫清德头 那不是他妈汉奸头吗 操啊 砸种头吗 啊 所以我说过赖清德这种 当当他妈医生的这种祸 也想来耍政治 不是我他妈小乔当医生的 啊 你他妈来来 一个医生想要当官 想要他妈那个 当领导人 啊 你他妈是个好医生吗 就你他妈 那个你以为是给病人 他妈做手术呢 啊 这个赖清德啊 你以为跟你跟你开玩笑的 傻逼玩意儿 就是在这个地方搞你呢 啊 所以我说过 如果有2024 台湾人都他妈选赖清德 马上就他妈那个逼的就统一了 啊 结束这种被盘剥的这种这种日子了 那么所以我也讲了啊 为什么现在 拜登啊 他要跟朝鲜 无条件的这个谈话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这个背景啊 呃 拜登啊 愿意无条件会务金正恩 据南华早报18日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功能协调员 约翰柯比 8月17日在接受采访时说 美国总统拜登愿意无条件会见朝鲜 领导人金正恩 讨论半岛无核好问题 他们朝方并没有这一提 做积极回应 但提议人摆在桌上 可比如说 美国方面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情况下 坐下来谈判 就是他坐下来谈判了 那这个跟美国跟韩国近期这这种 爆压态势好像有点不太符合 美国把俄亥俄战略和潜艇都给上浮在釜山了 大家要明白啊 美国呢 搞朝鲜问题 搞半岛问题呢 就是为了啊 跟当年一样 解放军要收台湾了 把朝鲜办到这个地方开盖 就是他认为呢 就是说 把朝鲜搞得紧张兮兮的 就牵制住你武统台湾 但是现在你看 解放军就告诉你 用实际程度告诉你 武统台湾 我随时随时都可以搞 所以大家不要去认为 这是假的或灰心 因为你怎么知道 这一次演训的结束的时刻 直接就杀个灰马枪打了 还是下一次演训的时候 直接就打了 还是说哪一天 咱们在家里睡大觉的时候 凌晨两三年三四点的时候 我们在睡大觉的时候 他突然间解放军就拉过去干了 这个东西吧 我跟你讲啊 他真的是啊 就是麻痹他们神经的 这个东西就是你 你不能着急的啊 但是你看 这个态势 现在这种进程 这一两年 两三年的这个进程 是不是朝着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武统派 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前去呢 对吧 那朝鲜半岛 我说过 中国叫朝鲜的这个态度也很明确 那就是等价交换策略 啊 所以说美国是会真的慌的 以西约这个大饼啊 这个这个这个臭傻逼 这个你看他那个脸 长得就不像聪明人 他跑到俄亥俄战略核潜艇上面 去登艇 说我们要以核制核 用以核的方法去制衡朝鲜 这个傻逼他 他他在我看来 他不是真的想去这么做 他是在作秀 他要去表演一个硬汉 一个强硬者 但他的底色是一个懦夫 和一个在黑暗潮湿的臭水沟里 活着的一条蛆虫 但是他要去表演硬汉 他讲这个话是具有表演性质 而不具有实际意义的 因为以核制核 美国没有这么讲 你以大饼讲 是不符合实际的 因为南属 因为美属南朝鲜的 这个三八线以南的这个 最高行政长官是驻韩美军司令 驻韩美军司令是 驻韩美同盟联军的总司令 而朝鲜 而这个南朝鲜的总统是副统帅 统帅啊 就是总司令是这个驻韩美军司令 啊 他是这个地方真正的行政 行政长官 啊 而你以需也不是的 你没有这个对军队的这个指挥 指挥权 这一点 所以说他说这个话 就是我不是在这里随便去贬低他 而是基于事实 这个话不应该由他来讲 如果是驻韩美军司令来讲 或者说美国大统领 他们的大统领拜登来讲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那他讲是表演 那你是在这里表演硬汉 但是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 就是朝鲜就是现在大造核弹 那这个会吓坏美国的 我本来只是说 以一种爆压姿态来吓唬你 但是你没想到你在大造核弹了 这个是他承受不住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就是这么来的 他不能承受之重 所以说 北京这次全部都化解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习总的手腕 下集我再具体来介绍 你这么多了 不放箱哦 我那么重点